阿克官宣,王一博代言包揽粉丝冬季所需,贴心涵盖各个价位。 王一博最新的代言官宣了,他成为了阿克亚太区品牌代言人。 阿克官博更是卡点8.05分官宣了这一消息。 此前就一直有传言,王一博要代言这个品牌,但官博一直未曾预热。 甚至上一条博文还在为自己的品牌大使庆贺生日,毫无动静。 粉丝们便也不敢确认,谁能想到王一博一出场就是王炸。 在没有预热的情况下,直接成为亚太区品牌代言人。 品牌方对于王一博粉丝该是有多么信赖呀? 要知道,当品牌方没有预热之时,有很多粉丝甚至网友是不会知道。 一个艺人将会与他进行合作,那么,官宣之时购买该品牌的人数也就会少很多。 能够无预热直接官宣,看来王一博的带货能力已经得到了业内的认可。 UG作为鞋类中的奢侈品牌,他的价位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。 王一博可以成为这个品牌的亚太区代言人,对于他的商业价值的提高也是有极大的作用的。 而当粉丝们将王一博所有的代言全部拉一遍的时候,这才发现王一博的代言几乎涵盖了粉丝们的冬季所需。 整个冬天,因为喜欢上王一博。 所以你出门在外时,可以穿蒙可赖的羽绒服。 福神的羽绒服,安踏的羽绒服,UG的雪地靴,福神的鞋子。 安踏的鞋子,家居时有郊内的家居服可以穿,喝水可以有吨吨桶的保温杯。 也不需要担心热水不好,因为有一开的净水器过滤。 蒙可赖,UG,福神,安踏,王一博真的是在贴心照顾每一个阶层的粉丝。 让粉丝们都可以在冬天有属于自己的温暖。 既不会因为品牌是高奢就买不起,也不会让一些粉丝降级消费。 只能说王一博的商业价值确实是牛,毕竟有如此多的净品代言在前。 依旧可以官宣其他同品类的产品,品牌方也丝毫不在乎竞争。 共用了一个代言人,这谁看了不说一句牛呢? 其实,2022年以来,王一博官宣新代言的速度比之前两年确实有所下降。 可这质量确实没半点减少,不是品牌代言人,就是亚太区代言人。 更有全球代言人的抬头,而且他的代言品牌也都不是寂寂无名之辈。 有的品牌牛倒是普通人解除不到的阶级,官宣之时还要被同担各种科普。 究竟是有怎么样的力量,才让王一博有如此高的商业价值呢? 而官宣王一博之时,丝毫不担心自家销量,直接无预热空降官宣。 该是对王一博的带货能力有多么自信,才能在王一博已经有福神。 安踏的情况下,依旧选择这个代言人呢。 而粉丝们也没令品牌方失望,官宣没多久。 评论区底下已经尽是晒单了。 王一博这个代言可以说是给了大家冬季一个大大的温暖。 王一博的代言倒是可以照顾到各个经济层面的粉丝了。 按需购买,按照自己经济实力购买,这个冬天。 有了王一博的代言。